那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好不容易有个时间 跟朋友们聚一下 正好也是买了螃蟹 回来正好大家吃一下 他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他也带了另外带了一个人 你如果说我请他们来吃饭 然后我不让他们吃 那也很尴尬 那你为啥不说 不行 我最近过敏 我吃不了你们吃吧 因为我想的是我朋友 我可以陪着 陪着坐着聊就行了 你吃什么 他当时就都没有想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那我不吃 那我买这螃蟹干啥呀 我买这螃蟹 不就是想跟你一起吃的吗 最后还唠一个我不吃 然后还有一件事 做了也特别过分 就是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给我过一条项链 我一直特别珍惜 也没有带过 放在竹章台里面 他表妹出国了 然后大家都送礼物了 他就拿这项链 送他表妹了 之前也没给我打声招呼 是我后来自己发现的 问他了他才告诉我的 我送你了 为啥你不带呢 那我想着你不喜欢了 当时大家都送礼物 他出国嘛 然后我就想着 那正好就是县城 当时手头是比较紧 然后我就想着 县城那就有带 那就先送给他吧 再回头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嘛 你给人家买了一条项链了吗 没有买 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 领完证刚 发生的事 领完证了 你看 还有啥牺牲你的呀 这姑娘 还有就是他爸身体不好 然后那一次查出来的是肾癌嘛 医院说要切掉一个肾 我就觉得这事挺严重的 我怕我们那边医院 就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就订了票 跟他一起到北京来 当时下火车的时候 我脚就肿了 然后我也没说什么 就陪他逛一天医院 毕竟父亲的事情比较重要嘛 到晚上该回来的时候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我想就是你打个车去火车站吧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偏不要 然后偏要坐公交车 上下班那个时间 又没坐 路上还堵 站了一路 上下班高峰期 你都打不着车 你在那干等着坐出租车 或者是 咱们不解释了 咱们不解释了 听起来都是小事 但是三件上堆在一起 确实挺伤人心的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他父亲看病就花了不少钱嘛 他当时去借了 还差两万多没借来 我就说 那我回家问我父母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父母从朋友那儿借了两万多 我就拿给他了 后来医保报下来了 他们就把他们那边借了钱 都还了 我父母帮我借了这部分钱 他们连说都不再说的 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 我是嫁给你了 但是我也不能让我父母 受这个罪吧 咱不是自己人嘛 那咱就是先把外人的钱给还了嘛 自己的人到就是最后再说嘛 但是你有跟我说过吗 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 我现在怎么怎么地 然后连句话都没有 就好像 就两万块钱跟我没掏一样 还有就是 那次我要去上班 就把我养了一年多的狗 放在他家了 然后想着就一天嘛 肯定没啥问题 结果中午的时候 他爸就打电话给我说 狗丢了 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惊讶 怎么能丢了呢 他们也没有说去找呀什么的 然后就回来说 就是狗丢了就丢了吧 反正你现在也没空照顾他 我觉得这太借口了 毕竟我对那狗是很有感情的 什么叫丢了就丢了 关系是父母弄丢的 那不是我的错呀 而且吧 我们本来就是商量着 救孩子孩子了嘛 肯定就不能养宠物了嘛 我们本来想的是给他送走 那刚好那狗丢了 那我怎么怀疑你 就是刚好把他送走了呀 你今天说句实话 是不是你送走的 不是不是 是不是你父母送走的 不是不是 这巧不巧这狗就丢了啊 他老说是要孩子 要孩子 我之前也怀过一次孕 就是在他父亲住院的时候 怀孕了 但是当时不知道嘛 也陪他父亲做了一些 比较有辐射性的检查 然后也比较劳累 后来这孩子就查的是 胎庭欲不能要 他当时就请了一天假 陪我去做了个手术 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女人做这个手术的话 其实挺伤身体的 而且很多活都不能干嘛 还要我父母 然后来照顾我 我觉得这也太不合适了吧 这也太不合适了吧 好